今天我们召开了全球原创设计大会 我们就会按照我们的章程 按照我们的目标 我们将会结盟全球的时尚力量 来到广州 一起来为我们广州 打造成为国际时尚制度 做一个基础平台 同时我们会迎来全球的原创设计师的发展 让他们在中国这个土壤当中 与我们中国的原创设计师 一起来融合共生 共创 共赢 这样将会推动我们中国的原创产业的发展 同时全球原创设计师 他们的营养 养分 也将会能够影响我们中国新一代的原创设计师 这样我们才能把全球的原创的力量 团结在一起形成我们的融合性的发展 这样来拉动我们全球的时尚的经济 也会带动从中国的经济来带动全世界的经济的发展 因为中国政府是有一个担当的政府 对全球的发展 对人类的发展都是有贡献的 所以特别是在我们习大大精神的推动下 国家的强生和发展 将会影响全球的经济和影响全球的原创产业的发展 这样我们今天同时都成立了全球原创设计联盟 通过这个联盟的组织来拉动我们整个原创产业的全球化 国际化和我们中国广州的本土化 这样在广州将会成为全球原创联盟的总部和它的总部基地 也把全球原创大会会址也会落地在广州 因为广州本身就是全球原创设计产业当中的测原地 也是中国最大的一个时尚产业的基地 所以我们一起努力在我们首任的轮级主持张兆达先生的带领下 我们原创联盟的整个联盟的机构联盟委员会 来一起来在张主席的带领下 来在全球的各个国家的委员会 我们得到了法国委员会 意大利委员会 英国委员会 美国委员会 等国家的委员会 和我们各个专业委员会的共同努力 真正做到蒙节天下 共创共赢 所以我们将会真正拉动我们全球经济融合在广州 让广州成为全球原创的总部 成为全球原创时尚产业的发展的最好的一个平台 所以我们一起来打造 让广州早一天成为国际的时尚之都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